坐著一人 坐著一人 遊覽車停好 遊客陸續下車 接著就全湧上了這座吊橋 小小的吊橋 瞬間拳擊滿人 不但要擦身而過有難度 放眼看去 還幾乎把橋面佔滿 但明明吊橋旁 就寫著管制人數僅40人 怎麼沒人管理 原來吊橋就在屏東滿洲的港口溪出口 由於一早望向海面 可以看日出 四周還有陸蟹 積居蟹等各種生態 因此遇到最近的國旅大爆炸 每日湧入不少遊客 但除了人潮太多 人數管制困難 有時還會遇到遊客惡作劇 二十五些客人至今 有時候不聽啊 就是我們偵派人力 那我們這邊會增加這個告示 還有就是會準備 可以宣導譬如說像大聲公 或廣播的方式 可以控制現場的人潮 負責管理的全責單位 滿洲鄉公所解釋 超載當天是平常日 由於人手不足 才會沒能及時阻止 目前已經亡羊補牢 而吊橋也將在明年初 進行稅修 確保遊客安全 TVBS新聞葉鳳達 頻道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